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欧盟 那欧盟呢,明明在晶片制造上需要台湾 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连台湾都不敢提起这个态度 这是在8号的时候,欧盟发布了欧洲晶片法案 也开了新闻发布会 就说,这个欧盟希望能够在欧洲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的产业链 能够在2030年之前,把市占率从10%提高到20% 那当然需要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 那谁是欧盟理念相近的伙伴呢? 那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和其他的执委 就提到了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 但偏偏就没有提起台湾 那这个事情当然就非常的引人注目了 那台湾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 甚至是高端晶片的统治者 结果已不提台湾 所以记者当然就抓到了 那记者就问说,那台湾是不是理念相近的伙伴呢? 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在欧洲晶片法案中 明明白白的就写了答案了 欧洲晶片法案中有两处都提起了台湾 一处是说 执委会建议与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 这样的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 明明白白的人家说了 台湾也是欧盟的理念相近的伙伴 那在另外一处还提到说 全世界就只有台湾和南韩的两家企业 能够生产高端的晶片 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法案中 人家都给出了明明白白的这个答案了 但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哦,我们有在跟台湾的台积电保持对话 那欧洲也欢迎台湾的企业 人家问你台湾是不是欧盟的理念相近的伙伴 那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回答 台积电台湾的企业 答非所问 那如果说有人觉得 说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欧盟的这些执委会的主席呀 执委呀 忘记提起台湾了 这是忘记了 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 那听到欧盟执委会副主席的回答 那也可以确信他们不是忘了 他们就是不敢 他们就是不敢提起台湾 所以只在这里提台湾的台积电 台湾的企业 他就不敢直接的回复 说是台湾是欧盟的理念相近的伙伴 那可能这个事情太难看了 所以欧盟的另一位执委就补充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他用的是region 说这个欧盟超过半数的晶片 都是台湾制造的 那台湾在这方面 当然这个非常专业 所以欧洲也欢迎台湾 那这个问题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其实从头至尾都没敢回复说 是台湾是理念相近的伙伴 那尽管其实就最后回答的这一位 他也清楚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都提到过说 如果台湾不出口晶片 全球的这些企业 在三周内就会关门 就没办法继续生产了 就是相关的这些晶片的这些企业 那所以说其实 在欧洲晶片法案中 明明白白写清楚的内容 在新闻发布会上 欧盟的这些职位们都不敢说 都不敢说 那当然能够在欧洲晶片法案中 明明白白的写出台湾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就相比于过去的欧盟 已经是一个进步 但是很明显 这里面有人在坐手脚 有人在拖后腿 有人在搅风搅雨 那不然的话 你说你欧洲晶片法案中都提到了 那你原文在新闻发布会上 怎么就不敢说了 那这个拖后腿的人是谁 这个大家都清楚 肯定是德国 毫无疑问是德国 那你像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就有一个新闻爆出来 说原本欧盟都打算好了 要跟台湾提升双边的商贸关系 结果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的办公室 下令放弃这个计划 这个本来都计划好的事情 要跟台湾提升双边的商贸 结果冯德莱恩的办公室 下令放弃 那冯德莱恩是哪国人 他当然是德国人 他是德国人 这是明明白白的 他在里面拖后腿 那你说这个本来 这个欧洲晶片制造就不怎么样 真的是不怎么样 结果还在态度上面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你推出欧洲晶片法案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你像美国也是推出竞争法案嘛 那也成功的让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那日本也成功的让台积电去日本设厂 你本来欧洲就已经是慢别人一步了 结果好不容易推出的这个欧洲晶片法案 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个态度 这是有求于人的态度吗 应该要搞清楚啊 是欧盟在这个事情上有求于台湾 而不是台湾有求于欧盟 你这个态度 那你像这些欧盟的大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还在那里想着说 要这个在他们的这些国家 建设完整的半导体的产业链 我觉得这是在做梦吧 我觉得是在做梦 你就这个态度嘛 那当然啊 现在据说是台积电啊 也在跟德国在评估设厂 我真的是希望台积电不要去德国 真的是真心的这么希望 当然那台积电自己的决定 那大家也没办法啊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啊 真的希望台积电不要去德国 那德国一直以来对台湾的各种欺负的这个态度啊 你像最早的时候 台湾给德国捐赠口罩 德国在新闻发布会上 连感谢都不敢感谢台湾 只敢说是其他国家 不敢提台湾 不敢提台湾 那包括后来 这个当这个德国的这些汽车企业 因为自己弃单 而缺晶片的时候呢 德国的官员给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写信 这个官员呀 给经济部长王美花写信 居然在记者问到的时候 这个德国还说 哦我们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我们还是一个中国 那你一个中国 为什么不去写信给习近平 为什么要写信给王美花 你不是不改变对台湾的政策吗 你包括后来的德国BNT的整个的疫苗 出的这些烂七八糟的这些事情 那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 就是去年的时候 斯洛伐克访台的 这个带团的 这个斯洛伐克的经济部的官员 他呢最近就向记者证实说 其实原来斯洛伐克想要捐赠给台湾的疫苗 不是后来捐赠的AZ 不是最早他们想捐赠另外一个厂牌的疫苗 结果报到了欧盟的执委会 结果呢这个厂牌拒绝 让斯洛伐克捐赠他们的疫苗给台湾 这个厂子拒绝了 而且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反正就是拒绝 我就是不让你捐赠他们的这个疫苗 结果斯洛伐克没有办法 最后只好是捐赠了16万剂的AZ疫苗给台湾 那你说这个拒绝让斯洛伐克捐赠的这个疫苗厂商是谁 那不用说都知道 肯定是德国BNT嘛 肯定是德国BNT 整个德国是从最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方向上面 无论是从口罩 就说不感谢台湾 包括后来的这个 直接的跟台湾的政府要惊骗 却声称说没有改变跟台湾之间的政策 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包括后来整个德国BNT疫苗里面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如果台积电还要去德国设厂 那就让人觉得很伤心了 真的希望台积电不要去 那其实如果台积电想要设厂的话 可以去立陶宛吗 可以去立陶宛呢 我觉得立陶宛呢 捷克呀东欧的这些国家 才是真正挺台湾的国家嘛 而且从这个成本上来说 东欧的这些国家 本身他们的成本啊 也是低于像德国 法国意大利的这些国家的 那这个欧洲晶片法案 当然出来之后 可能这个立陶宛 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好的 能够吸引台积电呀 这些企业去设厂的一些政策 一些补贴 那希望也都能够促成 让立陶宛这边 又跟台湾半导体 更多的这个合作 而不是去便宜了德国 那实在是让人很生气 这个德国的种种的作为 尤其是现在 德国在欧盟中的这个影响力 他通过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 在这里面搅风搅雨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气愤 这些小动作 真的是小动作 你欧洲晶片法案内文里面 都承认了台湾 你居然在新闻发布会上 做这些小动作 真是令人不耻 真的是令人不耻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